有时候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快乐还是为了金钱 子诺家境贫寒 父亲还因为脑瘫导致行动不便 而子诺从没有抱怨过什么 这个家他喜欢饥饿 天生就有好嗓音的子诺 仅仅依靠教堂合唱班的培训 就考虑了一所贵族名牌异校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父亲像个孩子一样 换天起地地赶着去通知子诺 但此时父亲却又面临一项困境 因为整个家的经济来源都靠父亲摆摊 好在有大伯的资助 子诺父女就来到首尔住了一间小房子 而贵族学校的一套销服 价格却出奇的高 但为了子诺 父亲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子诺 因为他认为只要子诺好好学习 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 但是他错了 这间学校将成为子诺的噩梦 看着熟睡的子诺 父亲觉得不管多苦多累 都要让子诺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专业就到了开学的时候 走在校园内的子诺 能感觉出他与普通学校的区别 因为所有人都在低调地攀比 他们满嘴都是全市的延续 而刚到学校的子诺 很快就变成欺负了 因为他座位已经被班长给预定了 可不想惹事的子诺 就走到一位胖牛阿敏身边 他并不知道阿敏是被全班排挤的对象 而在陆雪测试的时候 子诺完美的升线得到了团长佑正和老师的赞赏 但却让班长彻底地记忍上了子诺 他不允许比他优秀的人出现 再一次班级聚会的路上 团长佑正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可爱的子诺 等到了目的地时 班长却使劲地打听子诺的家境 从不会说谎的子诺 在面对同学们那强大的背景时 他因为自卑而选择了撒谎 他告诉同学 自己家里是开服装厂的 而听到子诺的家境后 佑正就在隔天面对子诺展开了共识 从没有恋爱过的子诺很快 就招架不住佑正那楼间的告白 但这一幕却被班长的朋友给拍了下来 得知自己喜欢的男人爱上别的女人后 班长感觉自己什么都被子诺逼下来了 所以他决定要报复子诺 于是他找到了阿弥 在恨恩的教训一顿后 便开始打听子诺的事情 于是子诺的谎言被打破了 妇女到街边摆摊的模样 他们都看在眼里 而此刻班长也终于毫无顾忌 毕竟自己身后的背景 要比子诺家讲太多太多了 这一天佑正来找子诺 但并不是来谈情说爱 而是来羞辱子诺 因为班长已经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幼正 此时的子诺 在幼正眼里跟婊子没什么区别 要强的子诺知道是班长到了柜 于是便宜人却找班长对峙 两人还因此扭打了起来 因为这件事 子诺被学校开除了 贵族学校的董事里 就有班长的亲戚 那把父亲已经跪下来请求 也都无济于事 对决后的子诺本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可班长的报复还没结束 在子诺的生日时 班长带着一群人来到他家 打着要替子诺亲生的借口 实则是对子诺的乌鲁 即未来能将子诺带进屋子里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对待 而作为好朋友的阿民 却对此事也无人为力 在事后 班长又当时 凶罗子诺的视频威胁他 从小要强了子诺 这一刻选择了屈服 于是 子诺就成了班长他们的赚钱工具 因为他知道自己斗不过他们 哪怕报警都没用 只因为曾经有人对子诺说过 他们的爸爸才是王法 美好的青春 就在这黑暗中慢慢地度过 子诺已经能来不出了 他点了一根香烟 然后走向窗台 最后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事后 父亲班长女儿喊内写下的日记时 他只恨自己 为什么那么贫穷 无论他去哪里 都没人选择帮助他 正如同学所说的 他们的爸爸 才是王法 在回想起和子诺以前的快乐时光后 父亲决定 用自己的办法来复仇 他让阿民将班长一伙人 带上了天台 将牛栓不停地拨扎到他们的脸上 最后将凶辱过子诺的男人 一个一个地抓走 他们将面临的是一个为了女儿复仇的夫妻 在一艘船上已经空无一人 因为父亲带着罪魁祸首幼症 一起沉入了湖地 犯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但有时候贫穷会比犯罪更加可怕 而影片名之所以叫蚯蚓 那是因为 他身处黑暗 他全身都是落点 他非常的落小 就像子诺和阿民 他们也想反抗 但是却又无人为力 有时候我们嘴里总说遇到威胁 就得反抗 可这句话 偶尔却是那么的讽刺 可不管怎样 遇见迫害 要懂得如何反抗 如何将损失压到最底 千万不能轻易地放弃生命 因为哪怕你死了 别人也毫不在意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